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拜登入驻白宫后 对特朗普政府签订的中美贸易协定 进行重新审查 在此背景下 中国出手购买了210.8万吨美国玉米 路透社1月29日报道 美国农业部29日表示 中国购买了迄今为止最大一笔美国玉米 以满足对动物饲料需求的激增 美国农业部表示 民间出口商报告称 向中国出口了210.8万吨美国玉米 2020、2021市场年度复运 报道称 这超过了中国此前 在2020年7月的最大单日玉米购买量 193.7万吨 无独有偶 美国农业部1月26日报告称 美国出口商当日成功向中国买家 出售了136万吨当地玉米 这表明 中国买家对玉米的需求十分旺盛 仅仅两天时间 就累计购买约347万吨美国玉米 拜登上台后 中国与特朗普签订的贸易协定存在变数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1月29日表示 拜登政府将对特朗普实施的 所有国家安全措施进行审查 包括2020年1月签署的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普萨基在会上拒绝回答 现任政府是否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协定仍然有效 普萨基表示 上届政府实施的所有举措都还在审查中 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我不能假设事情会取得进展 此前 拜登提名的财政部长耶伦也承诺 要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并表示美国将与盟友更密切地合作 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 拜登政府在评估期间 会暂停实施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直到全面评估完成 美国找出与其他国家联合对华的最佳办法后 再决定做出哪些改变 路透社此前援引非政府组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PC的数据报道称 特朗普发起的与中国的贸易战 已经导致24.5万个美国工作岗位流失 如若双方愿意逐步削减关税 并合力促进经济增长 在2025年之前 有望增加14.5万个工作岗位 研究院报告发现 如果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 在经济上彻底脱钩 可能在未来五年内 使美国GDP减少1.6万亿美元 导致2022年 美国就业岗位减少73.2万个 USCBC主席克雷格·艾伦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就关税而言 了解做出选择的经济成本 非常重要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在文章《痛苦大于收获》 中美贸易战如何伤害美国 一文中写道 特朗普声称 贸易战是好的 而且容易取胜 但事实证明 在没有解决根本的经济问题的情况下 贸易战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 其恶劣影响甚至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文章指出 在贸易战的影响下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投资冻结 就业率下滑 在全美范围内 农民破产 制造业和货运业 创下了自上次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 贸易战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经济上的痛苦 并导致贸易流从中国和美国转移出去 截至发稿前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已近43.7万 新冠疫情导致美国经济 处于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这才是美国当下最紧迫 也是最现实的问题 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文章最后所问 美国为执行贸易制裁付出的经济成本 是否值得数十亿美元贬值 是否值得数十万个工作机会流失 是否值得让美国制造业停滞 以及美国农民的破坏性影响 美国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题为 中国正在赢得贸易战的胜利 其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文章中称 2020年 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时 中国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世界上 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 中国相对稳固的地位 也让其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占据了优势 麦格里资本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胡伟俊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 在所有有关脱钩和去全球化的声音中 疫情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 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值得一提的是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1月14日表示 亚洲可以期待拜登善与传统上支持美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并结束与中国之间愚蠢的贸易战 拜登认为 在对现有协议进行全面审查 并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传统盟友进行磋商 以制定一致的战略之前 最好不要对当前的对华策略进行重大改变 但是 无需全面研究 就能看出高关税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原则上是不相容的 2020年12月 在美国商务部出口制裁实体名单中 又增加了59个中国企业和个人 由于高昂的代价和严格的出口限制 中国无法履行其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承诺 即两年内购买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在进口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中 私营企业占比近80% 因此不能简单地发布指示 让其以高关税购买美国商品 结论显而易见 只要拜登支持特朗普的对抗性方式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就不可能起作用 朝着互利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也将落空 2020年底 欧盟和中国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此前 所有十个东盟国家 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所有这些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首先 共同构成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的东盟国家 可能会将更多贸易转移给其RCEP合作伙伴 RCEP还可能刺激中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的农业和能源产品的需求 间接建立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 其所谓的铁三角 将巩固东北亚和西太平洋的供应链 拜登与其支持特朗普的对抗性对华政策 不如承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并订立互利无歧视的贸易协议 中国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开始 拜登政府承诺为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提供新的起点 为了兑现这一诺言 他必须结束其前任对中国发起的破坏性贸易战 据1月29日报道 在新西兰对澳大利亚喊话尊重中国后 澳贸易部长特汉受访回应称 该国贸易政策一直遵循三批原则 即主动、原则和耐心 在此原则下 他认为该国与中国的贸易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评估 报道分析认为 特汉此言意味着该国并没有完全接受新西兰的建议 1月28日当天 五国与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对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升级 随后 新西兰贸易部长认为 如果其邻国伙伴澳大利亚能够效仿新西兰 对中国表示出应有的尊重 那么 澳洲对华出口贸易现状将有望得到改善 对于新西兰该言论 1月29日当天 我国发言人回应称 实际上 过去我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也发展得很好 中方判澳方听取各界有识知识的建设性意见 切实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 处理两国关系 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互信 促进务实合作的事 当下 澳大利亚葡萄酒 煤炭 牛肉 龙虾 以及木材等多个出口商品 由于失去中国市场 已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前 澳洲经济学家曾表示 如果中澳贸易减少95% 那么澳大利亚GDP将损失6% 约866.1亿澳元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月29日报道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 28日声称 他上周曾致函中方官员 寻求重启中澳对话 讨论贸易事宜 然而到了29日 中方官员一直没有回复他 特汉并未透露这封信函的具体内容 只称这是一封详细的信件 阐明了澳大利亚在许多问题上 与中国接触的强烈意愿 但特汉向澳媒承认 煤炭贸易是当前澳大利亚政府 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信函希望中国取消对澳煤炭进口禁令 他透露 船舶运营商和煤炭供应商 还没能找到新的买家 数十艘运输船的船员 已陷入停工的困境 对于特汉称自己 致函中国官员谋求重启对话 希望中方取消对其煤炭进口禁令 中方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在1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澳关系当前的困难局面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希望澳方多做有利于中澳互进与合作的事 推动中澳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高峰说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